这个意大利留学啊 现在啊 咱们这个尤其是这个浙江的 很多的这个第二代 他们就是因为父母都在意大利 然后他们这个等于就是第二代嘛 现在已经读到高中了 毕业了 然后申请这个签证来意大利 就是因为你是在上海领区 上海领区啊 然后呢 这边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 他觉得你的初衷不是为了学习 因为父母的这个收入证明啊 工作单位啊 都是在意大利 然后呢 所以有很多从前年开始 就很多有一些学生是以这个跨领区到重庆 结果今年人家这个重庆领区 我们这几这几周一直就就你们打电话 给这个重庆领区 然后就是说 这个重庆领区说 你只要符合有这个居住证一年 就相当于于这个雷泽赞也好 或者欧斯比达里达也好 一年就是国内吧 有那个居住证 当地的那个派出所 排出所啊 给你盖工章 然后重庆领区说 怎么这么多浙江学生 你这个 你他们就怀疑啊 所以说就是 很多学生就是说 他不让你递邀材料了 重庆领区就不让你递邀材料了 我说你的妈 我说学生呢 他出生出生在哪里 那不是他决定的 他在这个重庆这边领区啊 包括这个什么云南 贵州 重庆 四川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这个他在这边学习 工作也 学习也好 工作也好 这个他有这边一年的居住证 这你们 这你是你领馆要求的这个材料 人 你因为你在2024年的3月1号已经说是从半年提高到一年了 因为就是就是因为人多呀 然后人的学生就在这边学习 你说你要是浙江学生考大学或者是有这个落户政策 人类这边 中介还跟我说了 有这个很多学生落户政策嘛 人家有的是大专的 然后落户到这个成都啊 然后这边就可以 你在那边有集体户口 然后可以办这个护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从10月15号 今年的2024年10月15号 成都啊 买房 你不管是多偏的地方 你买房也可以给你落户 所以说就是 我说你不需要 我就认为你没有必要付出这么多的成本呀 是吧 没有必要付出这么多的成本 就是 一就是说你可能过来是学习 先学习语言 然后然后工作 对吧 这个之前有很多学生 但你现在这种政策 就是我都觉得意大利的对话 尤其是对浙江这边的学生 是真的蛮残忍的 因为你们不能挑选出生地 所以你们不能挑选出生地 你们这个东西不是你们能决定的 所以说就是很无奈 现在你也只能说是这个政策是收紧 但是对于北方领区的 北京领区 这些什么山东 辽宁 什么山西 什么包括新疆 包括什么 都属于北京领区 一直到最难到哪呢 到这个湖北 都属于北京领区 他们出现会很快 反正就是 也是挺无奈的 这个不可抗力 但是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呢 我们试图也去争取一下吧 为了学生